今天是來帶文泰放空的日子 看他在裡面關很久 有一些憂鬱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他放出來一下 讓他四處走一走 好 那我就把你放在這裡啊 我相信我身旁的狗狗們 應該是不太敢吃你 也不太敢咬你啊 誰叫你那麼大隻勒 那放在這裡主要是 讓你稍微運動一下啦 因為我們文泰已經蠻多天沒有吃東西了 自從我給他吃過一隻青蛙之後 給他吃過一隻青蛙之後 他好像就給我挑食了 好像就給我挑食了 那我也真的是沒有辦法 無可奈何啊 好 那我們大概過了十分鐘之後 來看你會不會至少 走出這個方塊裡面 看你會不會至少走出這個方塊裡面 這已經是給你最大的福利啦 兄弟 如果該運動的時候都不運動 還要我逼 那抱歉 那你以後就真的只能吃飼料啦 那你飼料不吃 那我也沒有辦法啦 你想要再吃青蛙不可能啦 那腳蛙是這樣子的 其實青蛙他們只要吃完東西 大概當天或者是隔天都不建議上手 也不建議去讓他什麼洗澡啊之類的 因為他們這樣子可能還沒有消化完 還沒有消化完的話 他又被你們上手 又拿去運動 那可能就會 吐出來 甚至消化不良 容易生病 這個要特別注意啊 啊 那就過十分鐘 再來看看大哥你啊 到底願不願意運動啊 然後我在 在給文泰放風的過程間 抓到了一隻 看似應該是 蜂類品種的 蜜蜂 可是它又不像普通的蜜蜂 看等一下給我們的 給我們的定力 吃一下 給我們的定力吃一下 希望你要餓啊 我們的定力倒是沒有很大 紅玫瑰根本不用說啦 這紅玫瑰感覺 我覺得更小隻一點 我們這就在 文泰放風的期間 先來餵食一下 我們定力 然後我們趁文泰 還在運動的時候 把這支風給放下去啊 我稍微把它翅膀用斷 讓它比較不能飛 哇那這真的是 一手拿著相機一手拍 真的是 難應付啊這個 趁這時候趕快蓋起來 不知道我的手術夠不夠啊 好 現在這隻 蜜蜂應該是有差 喔有了 我們的定力開始動了 它可能是感覺到了 但只要蜜蜂 它到了地上 對就會被知道 喔吃了 對不對 這等於是你的點心啊 平時給你吃的東西還比較大 哇這個 速度果然就是快啊 我是比較敢給我們的定力 吃多一點啊 那個紅玫瑰 紅玫瑰看起來它的肚子 應該是有一個月不能吃了 對它這個一個月 可能都必須要盡量一下 可是我們定力就不同啊 對吧定力 那個吃的應該速度很快 而且它的肚子又沒有很大 可是這個牙齒 喔看到這牙齒真的是讓我 一直都不敢上手 而且你還把草 一根草咬著 這草咬著 你可不要到時候吞了耶 是吧那是草吧 那這定力的品種就是金子尖 金子尖和紅玫瑰 這兩隻都是新世代的蜘蛛 舊世代就是比較兇啊 像亞馬遜的那一種巨人蜘蛛啊 或者是那個委內瑞拉那一種的 就是新世代就比較容易 呃踢毛比較容易 咬 性情比較暴躁 那當然我是初學者 養這種 骨鳥豬我是初學者 所以也不太敢去養那種 可是往後會養啊 往後是會養的 好來 那我們就來看看 看看我們的溫泰是如何啊 會完我們的定力之後 我們的溫泰還是想說要運動一下 所以還是有動了 而且還超出我的預期啊 走的還蠻多的嘛 但你是不是尿了啊 溫泰 蛤 溫泰你是不是剛才尿了 而且這尿的有一大攤耶 這是水嗎還是尿啦 你尿的為什麼不跟我說啊 啊溫泰 你看 好 那等你差不多好的話 你就跟我點點頭 那我就把你放回去啦 你可不要動得太多 你也不要中暑喔 畢竟腳蛙它不是一個喜歡 它不能過於熱 它要有一定的水分 它的身體也要濕濕的 好 好啦 那最後 不能經過你的同意 不然你完全不點頭的 所以最後還是把你放回去啦 那溫泰今天的放風日子 就告一段落了 當然 之後也會陸陸續續拍我們的丁力啊 還有皮爾卡松 好 紅玫瑰的名字就叫皮爾卡松 如果你們有看過獨勝的話 那當然也有我們自來爺 自來爺 自來爺 最近也是沒什麼吃啊 不知道是不是太熱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熱了 那但是因為他們兩隻都母的 那個溫泰和自來爺都是母的 所以我又 有小隻的 公的 公的還沒有取名字 它也是都不太吃啊 這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隻 小隻的 我不知道它是公還是母 過聽老闆是說 這是公的啊 它感覺還蠻 蠻有活力的 蠻有活力的 好 OK那就差不多先這樣子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下一集 我們會製作 紅種親自上手補鳥豬 老種親自上手補鳥豬的影片 當然 還是很怕 因為我還甚至跟 一些老手還有店家老闆他們說 我是不可能上手這兩隻的 畢竟你看牠們的牙齒 咬到還得了啊 我的天 咬到還得了啊 不過 好 下一集就上手看看吧 當然要全副武裝 那各位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